能和你这样聊天的男人一定很爱你 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 找一个你喜欢和你聊天的人结婚 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发现 喜欢聊天是一个人最大的优点 因为爱情本来就应该是无所不言 才能相依为命 才能一起走过 我们都知道男人的爱就像一颗洋葱 也许表面平淡无奇 但当你一成一针剥开它 直到深处的时候 你早已泪流满面 因为你发现那里装的满满的都是你 因为每次和你聊天的时候 它对你绝对有着非一般的感觉 一 爱你的人会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 它记得你所有的事情 包括任何和你有关的节日 因为在乎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 它都想记录下来 这就是所谓的关心和爱护的体现 关注你平时的动态和什么人联系 当你发表心情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给你评论点赞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会第一时间去安慰你 二 及时回消息 没有及时回复 会向你解释 因为时时刻刻都记挂着你 把你设置为特别关心 消息置顶 因为他怕错过你的消息 让你着急 即使错过了 也会第一时间和你介绍 对男人来说 他会换位思考 体谅你的情绪 就像你也想描绘他的消息一样 有事没事的一句消息回复 都是爱的表现 三 每次消息都有些啰嗦 为你想好一切 他总觉得欲求不满 说的话对你来说可能没完没了 但他就是要这样 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就像某个啰嗦的大妈 每天唠叨你 有没有吃饭 有没有多穿衣 害怕你着凉 在他心里 你就是个小迷糊 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 只有他可以给你关心和爱 四 语言反映真实情感 他的一字一句 绝不会敷衍你 你的话在他心里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标点符号 语气注视 智力行间 他都会反复咀嚼 细细品味 对你的宠溺 隔着屏幕都溢出来 而不爱你的人 你说的再多 说的再好 在他心里不过是一些废话 冷漠的不过一个嗯 一个哦 真爱你的人 不会敷衍 更不会让你隔着屏幕 每分每秒的等待 五 甜言蜜语 只为守护一个人心 因为他爱你 他会给你起一个亲切的倪称 只有你知道的亲爱的小宝贝 因为这样的你只属于他一个人 他不像那些花心的男人 只会对你说浪漫的情况 而不会付出行动 而他只会觉得 给你的爱远远不够 宠溺着你 爱护着你 六 爱你的人会把你的聊天置顶 他把消息框置顶在最上面 怕错过你的任何消息 因为爱 所以不会错过跟你有关的东西 会特别关注和在乎你 有时候爱就像这样 简简单单 只是单纯的因为对方 做了一件暖心的事情 刚好就暖到了自己 爱一个人是很明显的事情 总是会忍不住想知道 这一个人的一举一动 了解一切 想要说很多很多话 即使是吃饭这种小事 你都不愿意错过 爱情从来是无法掩饰的 找一个能随时随地 和你聊天的人 也许真的很难 但和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在一起会更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